四豪 等等我 別拉了 你拉扯的是我肉作的心 大家好 今天要說一個文青男友的故事 一開始我被拿憂鬱眼神 粗狂眼睛 還有隨時帶著一本書的氣質吸引 只是這是我們第一百次約會 為什麼我們約會總是在咖啡店啊 別問了 再喝一杯黑咖啡吧 不要再喝了我失眠心悸啊 每次約會他重複做的事情就是 拍照 打卡 發 廢 文 咖啡 不加糖 可不快一點 是為了 可不快一點 品嘗 人生的斜線 苦澀 我哭你妹的耶 講話為什麼要加斜線啊 說到配件 底片單眼他根本看不上眼 他要用的是 復古雙眼相機 我看著他 麻煩的拿出底片 麻煩的 麻煩的合起來 然後他拿出了 來 單眼 幫我拍一張 幫我拍一張 竟然用單眼相機拍雙眼相機 當他發現大家都用蘋果後 他就收起了自己的電腦 欸 你不用蘋果啦 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所以 我決定換 我決定換 我今年二十五歲 我覺得我男友因是文青界的 怪 誰 一朗 關 斗 可以 是